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8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终于出现了一个跌升之后的强谈走势 但是由于今天早上电子盘的部分 再度呈现一个大幅度向下去做修正 因此对于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走势而言 虽然说早盘的时候一度呈现一个向上开高 但很快的 他又再度回测到平盘附近去做一个震荡整理 而到了五盘过后 指数开始呈现快速扩大跌幅的走势 即便在最后半个小时台指期结算的一个行情 他也没有出现任何向上拉抬的力道 中场台北股市是下跌了220点 来到了9218点 好 那过去这五天 台北股市每天都以超过200点以上的一个幅度 在快速向下去做一个修正 因此看到这个指数跌的这么快 我相信其实全市场都在寻找那个短线跌升反弹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行情最吊诡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过去 他符合应该这样讲过去有效的一个跌升反弹的条件 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当中 他都没有适用 包括了像什么 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谈过的 等幅测距10079 在跌破之后很快速的就向下去做一个灌压 包括像什么 包括像是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 融资减幅大于大盘跌幅 即便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一样没有出现任何反弹的现象 包括了像是以选择权的角度来看 卖权的未平仓量次大量的区域 在三月份还没有结算的时候 应该是落在9400点 但是你一样可以看到 今天也没有守住9400点往下去做一个跌破 我想我跟大家讲这些事情 不是要告诉大家这些指标不准 你不要去用 因为大多数的时间他们都是准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一波行情他们都不准 这其实也告诉你了 这是一波非常大的一个下沙的走势 好应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很多人都开始寄望 十年线的一个位置 能不能够成为台北股市止跌的一个关键 我想我们在昨天晚上的一个节目当中 其实也跟大家谈到所谓十年线的概念 我想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我在昨天讲完之后 其实也是有投资朋友问我说 老师那十年线它既然是一个支撑区的支撑区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就是说 反正这样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是9400多点 对不对 那只差300点的空间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进场去做抢反弹的操作 那我是跟我的会员朋友讲 包括我应该跟我的 跟这个所谓的观众朋友再一次去强调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这样子说任何的一个支撑过往有效 一个K线的话包括这里跌破留下影线 包括这里测留下影线 这里测也是留下影线 然后像是这个7203的低点 它当时其实也留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 它其实告诉你说 在测十年线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代表它完全不会跌破 它甚至有出现大幅度向下跌破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经验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个是月线图 所以你要看的是说 当我跌破这个位置之后 它能不能够呈现一个快速向上做收脚 这个才代表是一个有效的一个防守点 所以你要注意的事情是 过去这十年测十年线都有手 没有错 但是在那个月的之间 那个月的交易时间当中 它其实都有跌破十年线的一个记录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第一个过去有成不代表这里有成 第二个即便它有成 它也代表它盘中有可能去做一个跌破 事实上你从当时金融海啸的一个例子 我想当时跌破没有站上 后续就创下了3955的 3955的这样子的一个低点的时候 我是认为说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支撑区 或者这样的一个防守区 不是接近的时候 你用赌博的心态想说那我就拼拼看 搞不好让我买在整个指数的最低点 当出现这种快速下杀 然后什么样的支撑 它都没有办法挡住的时候 我觉得现阶段投资朋友你要多一点耐心 你确定它呈现手稳之后 你再来做 你都可以坐在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但是万一这一波没有防守的话 或者这一波杀得很深之后才拉起来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这个所谓套牢的一个状况 其实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那加上说我们昨天事实上有跟大家谈到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你真的不要急 因为正常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月KD的一个转折向下 实际上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来看 它至少都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 我昨天我有算给大家看 就是如果说你从月K线的角度来看 你算的是九根的高点跟低点 所以你什么时候会扣到这个12197 就是半年之后你才会扣到这个12197 那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的那个高点开始快速下滑的时候 你的指标才比较容易往上去做翻扬 所以未来这半年的时间 它即便在这个所谓的一个十年线这个位置 去做一个指纹 它也是需要经过反复的一个震荡打底 因此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你不要急着在这一两天 不论说是碰到十年线也好 或者是跌破十年线也好 你就很积极去做切入 你可以等到它正式确定止跌之后 你再来去做一个操作 那对于现阶段投资朋友而言 因为你不确定这个地方能不能守 所以最主要的一个操作方向 还是以降低持股 拉高现金比重为主 那一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你要去接刀子 或者是说你要去抢反弹 你也要等这个刀子确定掉在地上 你再去捡 它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而不是像说今天有一些投资朋友 实际上在早上的时候 包括我的会员朋友也在问我说 老师 这个行情看起来稳拉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不要去抢一些股票 我这样子讲好了 短时间之内 这个行情跌了快3000点的幅度 它绝对不是那种一天上场60点 它就可以扭转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这个行情最好你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今天美股的盘后电子盘 它是呈现上涨 然后台股能够一直维持在盘上 那我可以我应该这样子说 这个是你可以短线抢反弹的机会 但今天你当你看到美股电子盘呈现大跌 还在这里去抢反弹 或者是你的老师带你在抢反弹 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比较偏向 赌注式的一个心态 对不对 反正就拼拼看 拼对了上去就上去 拼错了掉下来怎么办 反正输的也不是他的钱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 是在于说 这个时间点你要有耐心 但是你这个耐心 不是说你股票套住之后 你完全不去做处理 因为你完全不去做处理的时候 万一这个行情跌的比预期当中还要来的更低的时候 你在相对低档真的出现那个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 这个是现阶段很多分析师喜欢讲的一句话 但那个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 如果来的时候 你手上没有现金 你怎么样去跟人家财富重新分配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或许你会觉得 这股票真的跌很深 股票真的砍不下去 没有关系 一样下午是建议各位 我会给你一个 我觉得比较好调节的一个价位点 那你至少你知道这个价位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他有出现反弹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才能够在比较好的价格里面 把你手上的一个资金抽出来 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调整 你手上个股的一个投资朋友 一样 如果你需要下午是给你一些建议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们台股最前线 Nite的一个好友家族 交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我们LiteID 小鼠NA1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的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 Lite的一个好友家族当中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 或者是不会加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不过这个地方向老师补充一点 因为你会发现你有来解过股票的 然后我刚好在节目当中 又有点到这些股票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我们的讲法是一致的 对不对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每一档个股 每一档个股 我知道大家可能试过很多的持股解析 大概都是请服务人员直接跟你稍微讲一讲 大多数的一个讲法都是告诉你说 你把股票出掉跟着老师做 我相信大家听到的讲法都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每一档个股 你在这地方问的股票 夏老师每一档个股都是我亲自解 都是我亲自解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重点是在于 因为夏老师事情真的 我事情也比较多了 包括要看盘要带会员 要连线要参加一些访谈性的节目 那我只能够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把资源用在刀口上 用在最有效率的事情上面 所以呢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有很多档持股 想要问的投资朋友 那麻烦你选一档 你资金压的最重的 或者是你觉得最重要的 夏老师帮你解一档股票 没有办法每一档个股 那个来的时候 那个股票一列出来 跟杂货店一样 二三十档股票 我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 帮你一个人去解 这么多的一个持股 所以麻烦 各位如果说你想要夏老师 帮你去做一些持股解析的话 一个人一档 然后你去挑 你资金压的最重哪一档 或者是你最担心的那一档个股 夏老师会请 我会把我的意见打成文字档之后 我会请服务人员转达给各位 那这个部分 如果你有需要的 你就透过这两种方式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跟着 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一样可以透过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取得联系 那接下来呢 我稍微去补充一下 我昨天跟大家所谈到的 因为现阶段 说真的 还没有止稳之前 即便有一些好的股票 它真的跌到很低的价格 也不建议你在这个地方 很积极的去做一个强断 所以我们还是以这些指标性的个股 能不能够止跌 先来跟大家做分析 那我在录节目之前 因为这一个公开 这个重大讯息 它很晚才做公告 这个是台积电的公开讯息 所以这个部分 我先带大家稍微看一下 到底台积电 在今天晚上它公告了什么事情 大家画面当中看到 就是台积电的这个 重大讯息 在公开资讯观测站的一个 重大讯息的公告 它公告的时间是晚上的8点03分 好 那事实发生日就3月18号 就今天 那公司名称是台湾机体电路制造股 股股有限公司 就是台积电 重点讲什么 重点在于是说 今天一口气增加了23例还26例 对不对 那其中有一例 他是台积电的员工 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台积公司今天 有一名员工确诊 Current 19 就是那个新冠肺炎 武汉肺炎 反正随便 反正就是那个疫情的部分 那他讲到说 这个员工进入医院妥善诊治 那台积电将持续关切 并提供相关的咨询跟协助 好 但重点是什么 台积电怎么处理的 这个部分 大家可能最担心的是 会不会停工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绝对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有告诉你说 他的处理方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去查说 这名员工跟谁有接触 那近距离接触者 大概是30个人 然后请这30个人 要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所谓的那个厂区 他就扩大办公室的一个消毒范围 然后针对该员工作的公共区域做加强的一个消毒 简单来讲 消毒完之后呢 继续营运 所以他不会造成所谓停工上面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重点是什么 我们要这样讲 我们也不是要制造大家恐慌 这件事情他不影响公司的营运 那我认为台积电的能力 他也有能力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是你说市场会不会恐慌 绝对会啊 所以我们今天讲给大家听 应该这样子说就是说 这个有点像类似那个所谓融资多杀多那个概念 什么意思 即便你不是融资 你都要知道他有可能会发生那种非理性向下杀盘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与其当然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你如果真的还有的话 那我是真的建议大家 你不用看到这一则新闻之后 你很急急忙忙的在明天一大早就把股票杀出去 因为这两个股我在昨天事实上我讲得非常清楚 你要看的是什么 你要看的是他回测到原本前波的起涨区 240块到250块 这个价格他能不能够呈现止跌 而且不要忘记了他明天要去做除息的交易 配息2.5元 当然这件事情他却有员工确诊 我们刚刚讲的对于公司应运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股价会不会彻底会 所以这个是基本面跟股价的一个冲突 稍后我会跟大家再举一些例子 这个其实有时候不是不是基本面有做改变 或者说是那个公司出云运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单纯就是市场的恐慌 所以他明天会怎么做 因为今天260块 所以正常来讲明天 因为他除息2.5元的关系 257.5 这个是明天的平盘价 那开盘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 他会直接来测这个区域 240到250 240到250 但是我们刚刚就讲了嘛 来到这个区域之后 你要看的是这个区域的支撑力道 所以与其因为当时我们讲的时候是这个时候建议你出嘛 323块 但是你股价跌到这里之后 你说老师我现在还套住怎么办 那你就去拼这个了 你不要再去想说 啊这个时候会有员工确诊 会不会停工 我要不要拨票砍出去 我告诉各位绝对不会停工 绝对不会停工 但是股价会不会先跌 股价还是会先跌 所以测这个位置 他能不能够有手 这个才是你明天 你手上有台信电投资朋友 你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就是我们昨天所谈到的 除完息之后 是不是开始回补持股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重点 那所以明天如果再往下开 开在这个区域内 你不要急着去杀股票 你就听谢老师一次 当时这里建议你出 或许你没有出 没有关系 但杀到这个位置 你不要再砍了 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 来做一个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支撑力道强不强 如果真的再往下破 那也没办法 但是你这个时候砍的话 万一 行情真的出现反弹 你就会砍在短线上面 最低点的位置 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然后另外在联发科的部分 联发科我昨天我有谈到 304块收盘不宜跌破 今天跌破第一天 今天最低点是来到301.5 那这两个股 说真的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就是维持我们原本的看法 就是304块的前低跌破 今天是第一天 所以在这个礼拜之前 他如果站不回304 他会持续发酵 他的一个等幅测距 所以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谈过 这个位置一个是464 然后锦线的一个位置应该是373 那464到373往下等幅测距 他会看282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对于股价的看法是没有变的 那你就稍微看一下这三 礼拜四礼拜五 他能不能够占回到304块钱以上 因此因为有时候行情在弱势的时候 他很容易造成那种假跌破 那这个是不是假跌破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他的量能没有比昨天差多少 所以这个要再经过确认 那就是两天嘛 这个三天的时间嘛 那今天第一天 那礼拜四是第二天 礼拜三 礼拜三是第五天 那你就稍微看一下 他能不能够回去 那如果不行 就是继续往下看282 那你说老师跌到282之后 会不会就不会再跌了 这个要看当时的整理状况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跟大家讲嘛 能够早点处理就早点处理 你不要等到没有办法处理之后 你再来弄 他会比较麻烦 好不好 那鸿海的部分 大致上价格差不多了 我就不多谈 因为他合理的目标区是 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谈到 68块3 68块3 那以今天的一个收盘价来看的话 他还有大概 1块7的空间 因为他算不是算收的很低啦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68块3还有1块7的空间 那我们就看这1块7的空间 所以同样的一个逻辑嘛 你说老师我现在当初我买在80块90块 我要不要去做停损 这个时候就不要了 真的这个时候就不要了 就是说你看 当时这个拉起来嘛 那我们当时有讲就是 他的成本在85到87 93万张 这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谈过的 所以谈起来86块3 进入成本区你要做出场 或许你没有办法出最高 但是当他股价回来的时候 你就要发现这个位置过不去 所以你要先出 等80元回来的时候 再看有没有低接的机会 但是这一天跌破之后 我也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行情开始变 所以你就不要 他跌破80块的时候 当他收盘跌破80块的时候 就代表股价的一个 风险上面去增温了 那后续这个跳空往下 他就走的是这一波的等幅 这个都是一个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所谈过的东西 那简单来讲就是 这个时候坎 跟跌破683坎 你也不过就差两块钱 那与其是这样子 你差十几块钱 当初你可以走86块的 现在已经差16块了 我是建议大家 你花那两块钱 就看他能不能够守住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所以有些个股 一样的概念就是说 我不会说你进来 你来问股票 然后所有的回答都是 你把股票砍掉 要跟老师做 不会这样子 就有机会拼反弹 因为这个是 你来到这个位置 你砍 就是我花那两块钱的空 他如果再破 我就认了 但是如果没有破 你就不用砍在最低点了 对不对 这个概念大致像是这样子 那包括像是2327的国具 国具我昨天 我跟大家谈得非常清楚了 他有200多亿的 200公司账上 大概有200多亿的现金 那他跟花旗借11亿美元 所以5.5亿是165亿台币 也就是说他从这个位置 自有资金供应是可以的 但是他没有要用自我 他等于是说 这个部分他没有要拿多少资金出来 即便有拿 他也没有要拿 要不然你去想一个问题 这里差 我跟花旗借了11亿 然后这里帐上有290亿 差165亿 我今天为什么要发这个GDR 来搞这一股价 不是 因为你发这个GDR之后 你股本会膨胀 膨胀15%到16% 为什么要发这个 就是这个钱要留着 然后从发行GDR的钱 来支付并购基美 那个差额的165亿 就是这5.5亿的那个美元的空间 所以你去想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当初发4000万股到7000万股 那这个是4万张到7万张 你去算 4万张要165亿要多少 7万张165亿要多少 就是这个价格之间 即便你把ECB加进去 加1000万股 就1万张 它会到哪里 就是206而已 但是这个是不是代表 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很积极的去强断 这跟我们刚刚讲的 10年线的概念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就是说 我知道它离那个防守点很近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看 因为现阶段不是多头行情 你知道吗 现在如果是多头行情的话 你离那个防守点近一点 你可以稍微去大胆一点的下 去买进 我觉得没有差 但今天不是嘛 因为今天现在是空方架构嘛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很草率的 包括事实上今天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人 跳进去买股票 因为今天量能完全没有缩嘛 2097亿算是比昨天少 但是它还是属于一个相对大量吧 所以事实上在今天早上 是不是大家一看到 那个股价开高 又跳进去了 对不对 那既然我说真的啦 你275块没买到 我这样子讲好了 假设它真的要雇 235块这个价格 270280 甚至到300 好不好 有没有关系 如果它最终的目标 可以到400多块以上 你买300 跟买270 有差吗 你说老师差30块 不重要 因为最低点从来就不是我们 可以买得到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知道 就是你去想 你在这里抢 结果是什么 先输20块 你在这里做 它确定你底部上来之后 你风险很小 你可以假设都挡到400块 你可以赚这100块钱的价差 这里买 你可以做130块钱的价差 你说老师还是这个比较高 但这里做 你会赔的几率比较小 这里做 你今天就知道结果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就是说 今天这样的一个行情 为什么早上不要追 早上不是追股票的时间点 我不否认 我不否认 我有一些股票 我还没有停 会员的持股 但是这个部分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我没有带我的会员朋友 再去追任何新的股票 我都希望他们给我一点 给我一点时间 有一点耐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做你很容易输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老师我就摸摸看 不行我就停损 不行我就停损 问题是你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让你摸底 摸到一次 你看 今天很多股票涨上去 对不对 你确定那些股票在明天 除非你是做当冲 要不然你确定这些股票 在明天开盘的时候 你还是赚钱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之下 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们回过头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重点 就是说 十年线这个位置 过去这十年都有守 但不代表这一次会守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即便这个位置有守 他盘中 因为是月K线 就这个三月中 他还是有可能会跌破 三月的 不是月中 大家想说三月十五号不是已经过了 就是从现在开始 现在是三月十八号 到三月三十一号之前 他还是随时有跌破的机会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与其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如果说从月KD角度来看 这一根黑K啊 不是说他会六个月都没有行情哦 是这六个月 你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要吃这一根黑K棒 所以他不会走V型反转 你不用想了啦 不会有V型反转啦 所以这个部分 你可以后面 比如说他真的接下来整理整理半年的时间 四到十月份 你可以慢慢做 你不一定要急着在这个地方去抢进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就是重点就是说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慢慢去挑一些股票 但是你不要急着进 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所谓基本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在做一个东西 那个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我一样会放在 放在公司官网的这个个股攻略上面 那你点进去之后 夏老师在这里嘛 然后我会把这个档案放上去 那这个档案其实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 这是108年的年报 也就是去年的EPS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的 那我做档案的时间是大概中午啦 所以现阶段公布的时间 公布的档数是384加 384加里面 你要注意哪些个股 当然亏转 亏转赢的不是不能够看 但是你要注意的一个重点是 他亏转赢赢的够不够 什么意思 这样子讲好了 这个最近是不是跌很凶 这两个股票精彩 李生老师为什么跌成这样子 他107年亏4.99 去年赚0.67 这不是很好吗 他是亏转赢 对但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概念是说 当行情在多头的时候 市场想的是他未来的成长力道 或者是说 他比较走的是一个本贸比的概念 你说他有没有基本面好转 有啊 你看他营收在前两个月份 这个营收年率是一到二月份累积 他成长一百 因为这是百分比 所以这是168倍 这是168倍 所以在告诉你什么东西 告诉你说他的基本面其实有很强势的一个成长 有很强势的一个成长 但是 好像 对啦 对不起 1.68倍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这样讲 他有没有强势成长 有成长吗 但是呢 0.67元的EPS 足不足以支撑他股价在九十几块 所以行情好跟行情不好的时候 股价的那个防守力道是不一样的 行情不好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 0.67元 九十几块会不会太高 行情好的时候 大家想说 哇 亏转赢 对不起 画错地方 亏转赢 他今年会不会更好 所以多空的行情 在行情不一样的时候 思维是不一样的 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给大家参考说 有哪一些股票在去年财报表现还不错 那如果说他的一二月份的营收是持续成长 那这些股票是不是你可以注意的 但同时你要避开什么 银转亏 银转亏包括什么 像银转亏的有 包括像连城 我讲的都是量比较大的 连城 达运 隆达 艾迪生 颈硕 那当然颈硕是比较特殊 颈硕是因为有认列认列这个设备的损失 所以这个部分 那你还是要去稍微分一下 就是 它的亏损是造成是什么原因 然后亏损扩大的有哪一些 亏损扩大到目前为止 人气最高就这个 经典 我过去我也做过 那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迷你LED在今年成长动能会不错 实际上在疫情发生之前 它的股价的确也表现不错 但是当行情转为比较弱势或比较空方的时候 大家就会着重于在这个点上面 就是从负的0.42变负的3.48 这个没有对错 就是完全就是时空背景的问题 只是说现阶段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事情是 行情没有止稳之前 这些股票 它比较容易会下跌 简单讲是这样的概念 那获利衰退当然也是 所以你要留意什么样的个股 获利成长股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这样说 包括我们过去提过这个 对不对 然后 还有什么 你会发现其中 包括红杰科 你说老师这些股票都跌到翻掉了 对 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它在反映的不是 不是它的获利好不好的问题 它在反映的是什么 它在反映是它融资使用率过高 所以这一波行情如果轻下来 融资符合洗出去 它对于股价长期而言 它未必是一件坏事 但是你要等那个买点 你不要急着在这个地方切 那这个档案 我不定时 我不定时更新在 我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我们那个官网上面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做一个下载 自己稍微研究看看 反正现在你也不用急着做单码 你就稍微看一下 公司的基本面 放口袋名单 疫情总有一天会过去 那问题就是 疫情过去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第一时间 反映到什么样的股票 最有机会 所以利基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利基红杰科不是不好 它就是这一波在洗福尔 所以我才会提醒大家 它已经跟基本面没有关系 它就完全就是杀融资 那杀融资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反正它都会下去 与其你别人砍下去 你不如先在别人之前 把它砍下去 市场就是这样子 好 但现在来不及了 还不及了就是 你要等反弹减码的 反弹减码的位置点 我们这个部分就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最后我补充一点 因为 夏老师明天有一个 访谈性的节目要做录影 所以我们明天 台股最前线的节目 我们会暂停一次 我们会暂停一次 我讲过了 不如我会都 我会都先跟大家讲 不会说行情不好 行情好或不好 都有它值得关注的地方 那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才更要知道 行情要关注什么地方 下次行情好的时候 你才不会迷失 才不会 看到今天台北股市开高 你就跳进去买股票 那就不对嘛 跌了两千多点 难道会因为六十点 它就走B型反转吗 不会啊 它如果每天涨六十点 涨了一个月 那也不过就是一千两百点 你还有一千多点的空间 可以做不是吗 所以这个行情 它走的一定是反复的打底 所以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现在最重要的 我知道大家很喜欢跟 市场很喜欢跟大家讲说 财富重新分配 但是重点是什么 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候 你手上还有多少资金 可以做进场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还会一直提醒大家 你如果手上股票有问题的 你要快点问 因为你今天问 跟你明天问 它可能会差一根停板 你如果这个礼拜问 跟下个礼拜问 它可能差三根停板 四根停板 所以你要问你就及时 但是我也跟大家强调 夏老师 每一档个股都是我亲自解的 你听我讲 你只要有被我解过股票的 我又讲到你手上股票的 你一定知道那股票是我解的啦 要不然我也 就完全都一样的东西嘛 对不对 助理他也没有办法完全 Copy一样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透过我们这个台股最前列的Lite 或者说是电话的方式 来跟我们做联系 要记得 就挑你觉得最重要的那一档 因为问的人太多了 没有办法说 于是回答你实际档股票 因为那个会影响到 后面的人问 他的那个处理的时间 因为我只要解到下午 就代表他明天才能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就请大家多加帮忙 那明天我们节目暂停一天 所以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就趁着今天晚上 快点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一个联络 那以上就是今天 3月18号的台股最前线 3月18号的台股最前线